同僚美良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王智良62岁 善偶 月收入3000元 住房面积75平米 家住辽园市 这是多少年了 这个 那个 那个是我结婚前的 结婚前的 是不得40多年 我这是一二年 一二年半年了 没啥说 那个 装钱的钱全给我装 我就装不了了 给儿子给儿子装房子了 对对对 王大哥已经给儿子买了房子 他的儿子早已经结婚成家了 现在大哥也没什么负担 退休这两年呢 他都把时间用来享受生活了 大哥说 他平常最爱干的事啊 就是打打门球 给你看个装备 还有装备呢 有 往右边 看到吗 这是门球杆 王大哥玩的这种运动 叫做门球 就是用他手中这样的木锤 在平地或者草地上击球 让门球穿过地上的铁环门的 一种运动 王大哥这门球已经打了16年了 他的球技啊 在辽元市 那也算是很出色的 看着吗 家里没有球 先拿这个代替 打这个球 打这个 碰那个 碰这个橘子就这么出唇 脚给这块描住吗 这是鼻的划跑 跑道变得跑了 跑线 这样啊 哎呀 这一下子挺好 是不是啊 咱们是辽元就是辽元 你这是辽元市里的段 对对对 今天是第一次习业运动会 第一次什么 第17业运动会 唱出门球打比赛 最后啥名次 参赛是吧 我们辽元队基本上 最少最少也是第三名 都团结合 一个队五个人 打得杯啥的 都拿那去 就每年都能出去参加比赛 中国门球冠军赛 吉林分区赛 煤鸡场代表队 哎大哥 我既然你之前跟我说你好 我们就是这煤鸡场 王大哥说 每回打门球的时候 都得琢磨着 啥角度能更准的打中球 这运动啊 特别锻炼大脑 加上他也是真的挺喜欢 所以只要是天气允许 那都是整天泡在球场上 你平常这上哪能打门球啊 我们那底下有个场地 现在不行 现在都是雪 没话呢 像你去玩的话 你要玩的话 你一天能玩 多长时间呢 投屋最少得三个点吧 投屋场还有下午场呢 你投屋玩 回家吃完下午院去玩 接着玩 那你这不听说 你一天都去玩 都玩门球了 那在干啥呀 麻将我也不玩 耍钱的东西咱也不干 对于黄大哥呢 我衣服老多了 那屋住 这屋放衣服了 我看看 为啥就能玩衣服 这里全大 你这是下装 门后还有 你平常最喜欢穿的外套是哪个呀 我呀 我几乎不穿上 放一黑银头的 这有多少件呢 黑银头给你找 我得四个 这个是长的 看你这长的 这是长的 这长款的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花的黑银头 对呀 这个是这样子比较修身的款 这个就是平的 看大姐说 每天要是穿不一样的衣服 那心情都不一样 除了爱穿 大姐还爱出去旅旅游 她觉得这生活 就是时常有点不一样 那才快乐 我就爱旅游 爱穿 不像一般的小伙伴 我这两天上那个 上那个 张家界接完钱了 输我掌了的 但是他们是真都给我去 这个是大姐那个 打算去张家界建的一个群 自己上旅行是找的 我们拿行程去自己订的 能看着不 这有一个大姐他们的价格 每年两千六 长存飞机片 是飞机 他们自己 这个订的这些东西 十个人团购去的 合同我签 你看 大姐你去签的合同 挺能张到事的 账的事是指定能张的 那你这个一年得出去玩多少 看大姐觉得 人活着就是过的人气 大姐自从06年离婚以后 都是一个人生活 平常的时候 跟小姐们一起出去玩玩 热热闹闹的 倒也觉得不错 可是一到年纪 就算在儿子家跟大姐的情况 红娘觉得 黄大哥过日子不错 人也挺开朗 跟看大姐应该能合适 相亲前 黄大哥说 他平常穿运动的衣服比较多 今天为了给看大姐 留下一个好印象 大哥决定要好好打扮打扮 衬衬比20年没穿 一年都有 你有这些 你平常怎么不穿呢 穿那个修年姐 他没事 你是不是老去运动啊 啥子都穿那种衣服啊 这是看出了挺多年没穿的了 感觉自己有啥变化吗 累了吗 黄大哥穿完衣服 就和红娘一起来到了大姐的家 快要穿衣服啊 大姐换一件衣服啊 就算进 笔吊 怀疤 太快厉害了 太差太厉害的 你见面大哥 介绍介绍介绍 我姓坎 我就坎梦黄 我姓黄 叫黄智良 没地坛 没地坛 你能知道 我知道 大姐这屋是不是特别感觉厉害 那在我那是差 差多了 这啥意思 你差 看大姐这热情劲 侯娘都感受到了 从打招呼进屋 都介绍自己的情况 大姐都挺积极主动的 俩人坐下来以后 侯娘就张罗着 让黄大哥也主动一点 先介绍介绍自己的情况吧 介绍介绍自己情况的 大哥 不动一点 介绍了不是菜 不是菜 这俩人刚坐下来 也没了解对方的情况 黄大哥这一句话也没说呢 看大姐就说两个人不合适 这接下来的相亲 大哥更是起身就走 这亲呀说啥也不想看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黄大哥和看大姐相亲 两人刚坐下来 大哥一句话也没说呀 看大姐就直言 两个人不合适 他这是咋得出的结论呢 大姐你说你俩还没了解 基本情况呢 你就把大哥给拒约了 他那不用了解 我都没有演员 我还了解你啥呀 他俩人都在一块相亲 你不就是得看看这方 这个情话吗 要我说不好意思 生活日子性格 不行 没说话能看出来性格啥想吗 能能 我那个演员 我那个开饭店开二十多年 你想一想 演员你就 哎呀 我没告诉你 我这一把演员就完事 他都管不了我 我说对 我俩俩在一起 我得给他去 你想找个能管的 那必须呀 演员是第一 大姐你要是在找这个 反正就有点难度 难度呢 妈妈欲吧 那不是就算了 小晚上别强求了 都没你说俩人也没说 是了解了解 基本上 相亲这不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啊 演员是头一眼就不行 你瞅他那瓶年天行 哎呀 演员都这么说了 咱再说就没必要了 对不对 不漏 就在这了啊 我这就拉了 这这事不能硬 全都在这 你瞅我走 不是因为生气了 没没没 这个确实不知道啊 就是人家说没演员 就是你再烙一些也没用 嗯 是不是 他也没演员 朋友之间做了烙烙磕烙家常 以后不是都说 还能那个 我跟你说 不可能做成朋友 那你之间这事 人家说哪有做朋友 所以你这个 所以你这个觉得不行 立马就走 对对对对 我就是气得害 不行就是不行 三爷醒啊 不说好了 就控制不住 我就这样性格一点 大哥就是 你说完个不开心 生气了 或者咋样了 我那下没考虑 我现在考虑了 我不应该说 你说 我说 我有一把你俩说 他说的挺才能 他的事 我觉得没考 其实女个人这方面还挺像的